坐落在浙江武艺县西南的渔园村,环境优美,人杰地灵,及明清两代就出过尚书,府台,近市,军人等二百六十余人。 古村以其其异的布局,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九大未解之谜,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,近年来已有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等十三个国家,的专家学者勿名到此探访。 渔园村现存宋元明清古建筑,395状,1027间,据考证系刘明朝开国谋事刘伯温按天体星象,黄道十二宫二十八星秀排列设计建造,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,被评为浙江最美的村庄之一和,中国唯一的太极星象村。 在中国历史上,刘伯温以博学多才,智慧超群文明天下。 他曾经与渔园村的渔来氏同学,当时渔园汉老交替,民不聊生,精通堪语之学的刘伯温将村庄布局改造后,又修建了城北斗分部的七星堂、七星景等建筑。 此后的六百年间,渔园村果然在武汉老之灾,渔园村历史遗迹伎众多,尤其已罕见的古建筑群和精致的木雕、砖雕和文明,修建于明洪武七年、1374年的渔是宗祠恰好被于古村北斗七星的窦内,建筑气势不凡,号称触州第一祠。 宗祠内木雕精美的戏台,尚悬挂着碧云天的扁冷,被誉为金华八县第一台。 建于清乾隆五十年的玉后堂,是全村最大的古厅,也是渔园三大五五其屋之一,这座占地两千五百六十平方米的古建筑内温度银凉仿佛无夏天,梁柱上述百年来不见文营,不积灰尘,不截竹网,也无鸟雀过夜,至今仍是未解之谜,建于清康熙二年的生远,堂是一幢规模宏大的民居建筑,以木雕精美文明。 这里最值得看的是听堂三根横木上雕刻的飞禽,走兽,由于木雕,虽年代久远,动物形象仍栩栩如生,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。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生远堂内百余粮的九条鲤鱼雕刻,会随着气候变化改变颜色,天晴时成飞红色,因天为土黄色,雨天变成深褐色。 此外,村里的七口水井,的颜色,也会随着天气晶雨而变化,令人遗憾的是,近年来有六口水井,已因拆迁建房被村民填掉,于原村太极文化博大精深,堪称古生态天人合一的经典遗存。 行走在古屋,古桥肩膀浮时光倒流,是寻古叹秘休闲的好去处,假如有机会的话,你也不妨来这里走走转转吧。